好 看完欧站接下来是关于经济的报道 我们要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经济放缓之后的冲击出现 那就是青年失业 这里青年指的是16到24岁 连续第二个月在中国创下新高 4月份青年失业率高达20% 到5月已经攀升到20.8% 中国官方承认 现在16到24岁青年的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人 而官方的统计认定 只要一个星期内有一小时的工作就不算失业了 那当然这跟国际标准的失业率统计很不一样 那么恐怕说明其实现实情况 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年失业率要更严重 北京的真才会场上万头传动 年轻的求职者们透过填表与面试 卖力推销自己 希望获得一份称心的工作 今年觉得还好 我认识的同学收到offer的就很少 就是十几个人 我大概听说了两三个 刚踏出校园的毕业生 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机会降低 年龄超过35岁的求职者 也多半不被企业青睐 至于有过工作经验的年轻白领 重回求职市场时 则得面临工作难找 薪资降低的现实 说实话没工作的人也比较少 他们就不叫 对 薪资给的低一些 然后能干活的 用人单位坦言 当前不论是求职者或者企业 对彼此的期待 都存在落差 席卷整个中国的青年就业难问题 最新统计数字也清楚呈现 当前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 在四月创下20.4%的五年新高之后 五月更攀升到20.8% 连续两个月创纪录 当前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 仍不能忽视 青年人的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官方强调当前9600多万 16至24岁青年中 半数以上都在学 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失业总人数 比外界预估低 然而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方式 一周只要有一个小时以上工作 就不算失业 此外休无薪假 工厂停工或者自愿离职 而且暂时还没有开始找工作的人 也全都不算失业 这种与国际标准不同的统计方式 显示中国实际的青年失业情况 恐怕比官方统计更严峻 官方还以高科技工作 找不到合适人才 来强调当前只是结构性失业 试图扫除外界对经济发展 陷入停滞或衰退的担忧 然而中国五月的经济表现 却不理想 在生产方面 五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增率下滑至3.5% 是三个月来最低点 在需求方面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放慢到12.7% 不但比上个月衰退5.7%更弱于预期 在投资方面 反映基础建设与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一到五月只有上升4% 低于市场预期 而一到五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不但比去年下跌7.2% 比起上个月降幅更扩大 70个大中城市里新屋价格下跌的城市增加到24个 连二手屋都喋喋不休 业界估计房市只能期待下半年的刚性需求 上海二手房市场 我认为下半年还是有个回稳的一个可能的 这个源于我们这个本身的一个购房需求还是有的 为了避免经济放缓 态势一发不可收拾 北京当局传出近日将公布多项刺激经济措施 包括发行约一兆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投入基础建设并且进阶协助地方政府还债 同时放宽房地产限购规定来刺激房市 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 一些领域出现暂时性波动是正常的 大陆发改委16号推出以新能源车下乡促销等六个方向 试图透过提振消费与拉抬基建来刺激经济 但相关措施大多是过去政策的延续 能否有效果仍待观察 而对于当前数以千万计的在校大学生来说 眼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就业 只能期待中国经济能尽快挥别阴霾 企业继续增加投资生产 年轻人才有可能挺过就业寒冬 TVBS新闻综合报导